目前太平洋海面上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 其中TD-10是比较接近台湾的 最快在明天25号的清晨 就会形成今年第9号台风苏拉 中央气象局表示这TD-10成台之后 会先往南移动 打转之后再往北会有机会接近台湾 而气象专家彭启明就提醒了 热地压距离台湾很近 一旦成台发布警报的速度会很快 至于清台的几率 气象粉砖分析大约是35% 台湾东部海面将再线双台共舞了吗 太平洋又出现两个热带性低气压 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9号台风苏拉 跟第10号台风丹瑞 其中苏拉台风最快25号就会生成 增强为台风之后 然后它的移动方向会略略地往南 往南之后 接下来可能还会在这里之后打转 然后慢慢地往北 偏北或偏东这几种走法 但是它有可能比较接近台湾 究竟苏拉台风生成是否会直扑台湾 有气象粉砖分析 TD时后续走向关键是高压增强速度 会侵袭台湾或从沿岸通过的几率 大约在35%左右 而气象专家彭启明认为 TD时接下来可能会朝西北至偏西前进 一旦成为台风 距离台湾很近 发布警报的速度会很快 虽然台风未来动向目前变数还很大 但最快下周二开始就会带来雨势 先特别留意我们东半部跟横春半岛地区 降雨是应该是会比较鲜明显起来 而至于西半部降雨如何 可能还是要看这个热带系统 接近台湾程度而定 而在台风靠近前 台湾天气还算稳定 周四周五上半天晴朗炎热 午后有雷雨 周六到下周一 东半部水气增多 会有零星阵雨 但这几天可得启动 防台准备 这陈寗你干二弟 台北报道 我贵青 北消息 我们用电各併